OK了好 先看好嗎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是我們第812次的委員會議 那照例在下午2點舉行例行的記者會 那麼上次811次的委員會議 因為颱風的關係 所以例行的記者會沒有舉行 那上個禮拜是四個案子 委員會議的決議的結論會上網 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問副主委 也可以上網直接看 那麼今天是總共有八個案子 那其中有三個案子 有關CET的案子 要在下午的五點再繼續召開 那剩下的案子的會議決議 我們現在就有請發言為我們說明 謝謝 好 那個我們議題已經幫忙講很多了 今天812次的委員會議 共審議了八個案子 那剛才講的就是 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下午五點 我們還會持續再召開 那我就從那個 第五案就是我國5G的評譜整備規劃公告 諮詢結果的延期討論案 那這個案子就是說 我們對整個5G的評譜的整備 不論是從那個中評高評甚至低評 那我們聽了各界的意見 那結議是這樣子 就是本案議委員會意見修正通過 那就是以行政程序報警 那個行政院科技會報班公司來參考 因為未來的評譜整備 那這些事情要行政院科技會報 他會進行會開會這樣子 第六案是有關於定定那個 是系統經營者定定上下架規章參考原則 草案討論案 這個案子是決議 以反案議委員會意見修正通過 那就後續就以本會的法制作業程序辦理發布的事理 其實這個案子就是最主要就是說 以前這些業者按照油管法37條第一項定定的上下架規章 各個系統經營者定的都是不一樣 而相當抽象 那我想說會裡面覺得說要有一個共同的準則 那另外也要讓頻道業者參與 那這樣子定定一個參考的原則 讓那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來參考 第七案是有關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申請頻道規劃及其類型變更許可辦法 適用修正討論案續行討論案 其實這個案子跟上下架的規章的參考原則 跟這個頻道規劃及類型的變更許可辦法 他們是扣額的 那大概就是這兩個是扣額的 因為在裡面我們就是說有設計了一些快篩的原則 假使說頻道它是因為終止經營 那而且去停播基本頻道的話 這一種就是用快篩就可以處理的 但是我們裡面也講了說 頻道變更不可不予許可的 那個一些裡面有寫的就是說 沒有按照NCC被查的上下架規章來行事 那另外也講說 業者要來申請頻道計畫的 那個就是要來申請頻道的那個變更的時候 應該要檢據那個他被查的上下架規章的 製品報告給我們來參考 大概這幾個案子 最後一個案子是第八案 就是台灣資新有限公司 申請107年度的行動寬評業務評議使用費 分期繳納討論案 結議就是這個案子就是佛准台灣資新有限公司 申請分期繳納107年度的行動寬評業務評議使用費 大概今天的八個案子是這樣 我先報告 因為一二三四 我們下午還要再討論 是 先下來 補助請請教一下我們那個頻道頻道那個變更許可的部分有所謂的就是增進或維持市場競爭消費者權力或其他公共能力 可不可以就這部分進一步說明 我想這個是通盤的考量 每個個案都有不同 但是最起碼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會考量的就是產業的競爭跟那個消費者的權益 這個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們其實這個就是累積上面各案的一些經驗 對 對 不過說想請教一下 剛剛講到就是說大家的標準不是非常同意 但是這部分上面其實大家最常爭論都是比方說收視率啊 或者是一些比方說上下價的費用問題 對 這個部分上文希希有特別在強調有同一個標準嗎 我想這個只是說定定一些那個比較就是 不要因為每個業者的一些規章 他上下價的規章都很 每個人都很抽象而且不一 所以每個MSO跟獨立系統業者之間都通通不一 那這樣子讓頻道業者也沒有辦法去遵循 但是是沒有用到收視率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是定了一個是一個原則性的 至於說你說那個授權費這個多少 我想我們是不宜去介入 不過我想說我今天把這個 那個就是說都提供給各位媒體朋友很具體 就是說裡面講的都很清楚 對 那請問一下上下價規章自評表 那個表 如果現在我們設計 我們一些相關 設計到底有沒有一些 我們 就是說 其實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你要來申請頻道上下價 你先自己自評一下 有沒有符合你自己訂給NCC被查的上下價的規章的規定 這樣子 好我想請那個小劉我們留姐這個說明一下 是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剛剛那個垂徐那個收視率調查 因為我們知道收視率調查其實有收視率跟收視值 而且收視率它常常在變更 所以我們這次並沒有把所有收視率就直接拿進來 我們如果各位看的話是客觀且具公信立資收視滿意度調查結果 其實各縣政府每年都會根據他們縣市內的收視率收視滿意度去做調查 所以那個其實是一個各縣政府都做 那因為 有一些地方的媒體 那其實收視率它是一個全國性的資料 可是有一些還是要符合當地媒體 當地的媒體的一個特色 所以他可以去參考 各縣政府都有做收視滿意度調查 而且他那個不是一個短期間的收視率的起伏 而是一個比較長期的收視率滿意度 所以我們大概其他那個包含的收視率跟收視值 大概都會考量在這裡 所以他大概是一個有客觀可供信力 那我們也當然不限於地方政府 如果他能夠提出其他的收視滿意度就好結果 那我們也會拿來做參考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說 那個我想說剛才你有點講的 各個縣市政府也會有調查 但是一個系統經營者自己也有產出 那兩個他在審查會議的時候可以做比較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TBC跟民事的案件 如果TBC他接持不要接受民事的包含原則 請問我們到底要尊重系統經營者自主規劃還是考量消費者權益 我想說那個慧民我講一個重點就是我們是按照考量就是在我們第三條 那最後一項說我們在這個頻道的規劃跟列型變更是綜合考量 就是是不是能維長市長維持市長的競爭日系消費者的權益來考量 那請問一下 聽於這個案子來說NCC一直懷疑TBC要變更或者是要求你資料秀權 都是因為看起來NCC只有強調消費者的權益對於頻道或系統業的考量 就是市場秩序是要破壞嗎 沒有我們也沒有這麼說 那請問一下假設今天就是純粹這業者他就是要換掉這個頻道 就是不要跟他授權或怎麼樣之類的話 那麼NCC到底要如何維持 NCC會參著的你看我們NCC會參著 剛才我們牛簡正講的有線電視是一個地方的媒體 那我們會參著地方縣市政府的意見 因為每個地方的民眾他的收視習慣有不同 他對每個頻道的喜好有不同 所以說我們會參著地方縣市政府消保團體還有消保團體的意見 然後綜合我們委員會會去判斷 我不太理解的是在上下假的時候就開始考慮地方政府的意見 或者是當地的民情工作 但是在頻道業者很在意的比方說授權費用 怎麼樣談的時候又說要尊重市場的計程 CCC的自己參與的標準或參與的項目到底是哪些 可不可以有一個共同的標準 我想那個頻道授權金這一部分是NCC還是那個講的就是不遺棄介入 真的那這個標準我想說每個個案的那個都不一樣 但是我想講的就是說你像有的好的運動頻道 他有好的內容但是他也沒有辦法上架或沒有收到收錢金 我們也是真的是想說好的頻道他有製作好的內容 他應該應該要獲得一個合理的分潤 但是每一個個案都不一樣 每一個你想 慧敏你這麼了解這整個 每一個案子哪一個案子都是一樣可以用我們這樣子講就可以去決定 我想每一個案子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有線電視是地方媒體 我們會尊重地方縣市政府他的意見 他畢竟也有收視率的調查 他有地方是第一線面對民眾 第二個他這些意見回饋來 我們會在參考市場的那個市場的競爭之系跟消費者的潛意跟其他的公共利益來做成 複助請一下那個上下下的參考原則 對那裡面第七點第八點第九點的部分 就是有些像比方說 說頻道業者跟系統業者之間有信用或者交易記錄不良者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什麼意思 那再來就是說 證明第九點提到就是異動的參考的指標裡面 其實有區塊化原則啊尊重消費者熟識習慣啊 一些其他意見 這部分跟就 就是區塊化原則其實是從新聞局時代就已經有了 我們這一次 我們這次上下架的參考原則裡面 到底跟我們既有的 過去的監理到底有什麼新增的規範在裡面 是 我先回答那個有關於信用或交易不良的狀況 那其實大概就是有一些上架的頻道 因為他可能有一些教育的狀況 沒辦法支付頻道系統經營者的上架費用 那我們不可能是說讓系統經營者永遠都蒙受到他沒有辦法支付上架費用的這種狀況 所以他如果真的頻道公益事業他上架頻道他沒有辦法去支付這種狀況時候 我們不可能要求信用經營者永遠的去播送這樣的頻道 所以就留了一條就是如果有信用或交易既然不良的狀況下 他可以考量去做下架 那不過我還是要強調所有的上架下架都是綜合性的考量 而他綜合性的考量其實我們上面有寫 他還是一樣回到所謂的市場公益競爭跟消費者權益跟其他公務力 所以他有個整體性的考量 那至於您剛才那個區塊化原則其實在我們頻道邊跟參考 這個本來就有規定 他是同一類型區塊分之一到五個區塊 所以其實那個規定有 那我們只是把這個東西再重塑一次 那至於說您說新增的部分其實我覺得這次我們在新聞稿中也有談到有幾個項目 就是我們希望因為本國自治率在現在的衛網法跟廣播電視法都已經開始有定 那我們也定了本國自治率的相關管理辦法跟衛星廣播電視公益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的管理辦法 那中間也定了一些自治率 那這一自治率那雖然我們只有處分的規定 那我們也希望本國自治的節目能夠有露出的機會 所以各位看那個第六條的上架參考指標 我們希望這樣好的如果是本國自治的節目那個內容充實的 那不要只有罰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是說更多內容的部分 更多好的本國節目的部分有露出的機會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這次比較前進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也不想希望說 永遠用看頻道系統只有罰的部分 我們也把得獎的紀錄也列進來 也讓頻道業者在得獎如果好的話 也能夠有露出的機會 那第三個我們也有把評鑑跟採索的部分 也當作下架參考中間的其中一項指標 那更重要的大概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讓資訊揭露 因為大家知道在上架的過程當中 頻道業者跟市場經營者呈現極度的資訊不對稱的狀況 那我們在最後大概也在第四條一 也希望能夠讓信用經營者這個殺他架規章 能夠讓頻道公益事業者能夠揭露 讓他們彼此的交易能夠更順暢 所以我想大概幾個的幾個的 這次我們比較希望給信用經營者參考的方向 大概一上報告 好還有沒有 可以問一下其他問題 中廣案 現在重整的看法 這一件事情我要先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要跟 就是105年中廣來申請董監事變更的時候 那本會對那個要釐清相關的董監事人選 是不是有違反黨政經條款的規定 我們那時候就是在 就是有要求中廣要提供他們民國96年的 以前的交易的相關企業跟文件 但是中廣都禮次拒絕提供 所以說我們有請黨產會來協助提供 那黨產會已經提供給本會了 那NCC已經在就這些相關的文件進行聯繫 就是有關於那個 那個超超康跟那個 那個華夏他們簽了一些企業 那簽了企業裡面是有相當詳細的資料 另外這一次北檢的起訴書裡面 也補充了部分的事實 包括了就是說 那個政黨主導整個交易案跟董監事的 這些事情 可能也可能有違反 黨政經的相關規定 黨政經條款的規定 那我們現在也會發函給那個 臺北地檢署 去請他們協助來提供相關的文件 那我們現在正在延期當中 那假使確定中廣有違反黨政經條款的規定 我們會依法來處理 可能就是會 劃反 按照那個廣播電視法第五條 第五條之一的規定 然後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上面的規定 就是會劃反 但是也另外也不排除 對九十六年度的這個中廣的股權交易案 重新去審視審議 我大概現在講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案子不是現在這一時一刻 是因為九十五年 是因為一百零五年 他們來申請董監事變更 那董監事我剛剛也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有請他提供一些他們交易的企業 那他們理次不提供 所以說我們在那個七百三十二次的委員會議上面 有委員會議有決議要請他們提供 他們都不提供 後來我們向黨廠會提供 那黨廠會有給我們這些的資料 那相當詳細 另外這一次剛才我講的北檢的起訴書裡面 補充了一些事實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想說 假使說延熙那討論後 那假使說中廣有違反黨政権條款的規定 我們就會無法來處理 那不排除對九十六年的這個股權交易案 那重新來審視審議 大概的立場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九十六年的時候沒有請他們提供嗎 因為他們那時候沒有提供 他們說秘密企業 但是後來因為那個 那時候的特徵組已經有掌握這個資料 那個是密件我們無從提供 但是他九十六年是沒有提供 後來是因為特徵組有這樣的資料 其實裡面也蠻詳細的 那後來是因為我們從當廠會那邊得到的這些資料 喊請他們提供的這個資料 那其實這一件的 這一件的話 這一件整個的案情的話 看出來就是說 他不時的提供 不時的提供資訊 跟違反他的承諾 因為他最主要 中廣他那時候 九十六年的整個股權交易的時候 他的承諾事項裡面有第五點 就是他的第六點 他的承諾有九大點 他的第六點是寫的 本公司承諾遵守廣播電視法第五條 及第五條之一的規定 確實落實黨政經退出媒體的要求 本公司的經理也絕不會受任何黨政經勢力的影響 但是從這一次那個北檢的起訴 還有我們得到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華夏跟趙薩康先生之間的股權的 那個轉移的企業裡面 看起來初步就是有可能就會有違反那個黨政經條版的規定 他就是會構成不時的提供資訊 還有違反那個他的承諾 大概是這樣 初步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黨想會 嗯 所謂的收歸國有的部分是 是他的行政程序會怎麼走 那黨想會的事情我們尊重 因為他到時候 如果我們要撤銷廢職值英國96年的行政處分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收歸國有的到底是由誰發動 然後NCC這邊是 是配合黨產會這邊的董椰是變更嗎?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想說 NCC是基於職權就是按照廣電三法賦予的職權 就是說他假使有違反廣電三法的規定 我們依法來處理 我們就是這樣子 所以是撤銷 撤銷員 假使是 假使是那個 就是說 他做的是那個 那個 他的承諾 不死的話 就是按照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的規定 會有可能會廢止 對 那假使是說 他提供的是不死資訊的話 就是撤銷 按照行政程序法117條是撤銷 不過我是講說假使 那我們整個案情要聯繫 那整個要有委員會的討論以後 我想是這樣子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他提供的不死資訊跟違反 他的自己的九大成功的第六點 這樣子的事實 假使是這樣子 對 所以現在委員會針對說他中廣 中廣這個交易到底哪個地方違反 廣電法的黨政軍條款的部分 現在目前為止有任何 就是說這樣我們 我們只是根據北檢的起訴書上面認定 認定說 沒有這是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那個 華夏公司跟那個 照商他們的之間交易的 那個企業這個部分 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事實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他是違反承諾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提供不死的資訊 這個就是說北檢這一次 他這個我剛才講的就是 北檢他他這一次的起訴裡面 我補充的部分的事實就是 包括他那個政黨是主導這個交易案跟董建事的一些情形 是這樣子 有分做兩個部分 承諾是說他交易以後他承諾 他不會違反黨政軍 但是這個之前 北檢這一次 之前 北檢這一次他的起訴書裡面 是說明說 整個那個 那個 就是說 政黨還主導整個教育案跟董建事的變更的部分 這個是之前 趙少康先生 那個 那個 就是說 那個 股前轉移之前 北檢這個有一些事實 可以 這一次的起訴書有一些事實 可以看得出來 政黨還 就是說 有那個去主導整個交易案跟董建事的一些 那個 推薦 這個事實 那 之後趙少康先生這邊入主中廣之後 因為他違反他的承諾 因為這個是從那個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他跟華夏公司定的企業裡面是有 我們是從 黨產會這邊裡得到的這些 那個他的企業 商業企業的資訊 是這樣 那同學我們也感到就實現到 對對 我想這個就 我們委員會就是去整理把 黨產會提供的資訊 那還有這一次 北檢起訴書上面的 那個補充的事實 我們法務處跟業管處正在延期 我想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延期以後委員會會討論 大概是這樣 那剛才講的就是說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會有提供不實的資訊 或迴反他九大承諾的第六點承諾 這樣子 我們是什麼時候發和北檢 我想這個都還在程序當中 還沒發出去 對 對 因為看目前是起訴訪問會 那結果出來之後再來進行嗎 還是說我們自己獨立來判斷說他有沒有違反這些 其實這個先前的部分 我們從那個當場會提供的資訊 那個他們之間交易的企業裡面 是可以提供一些資訊很清楚這樣子 但是我想說這個還是 因為有法律構成的要件 這個部分我們保護處跟業管處還在延期 那聯繫以後 主委 主委就會決定說要不要 就是這個整個議場要怎麼討論這樣 副主 可是就是說 NCC就連 中廣 就是之前收回中廣的兩大公律品事情 都 的行政訴訟其實 在第二次訴訟都還輸掉 所以我們有把握說 這一次 這一次如果說他要撤銷民國96年的原處分的話 在法律上一定站得住腳 我想說那個部分 北高型的那個 我們已經提出上訴了 我們補充了一個事實 最主要的 我們補充的事實 就是說 二次毀坡是忠實就是要收回 那個憑普利求盡 這個是我想說 這個是 我想說社會只有公平 你補充什麼事實 我們 最主要就是說 那個 二次毀坡中止 二次毀坡的任務中止 是93年的時候就中止 而且 二次毀坡的任務中止 是93年的時候就中止 而且 二次毀坡的任務中止 憑普的分配力求盡 第三個也就是說 這個也是說 他交回的那個 那個 他這個股權轉讓的時候 他承諾自己要繳回 這兩個 假設說NCC有指配給 那個指配給他人的時候 他要無條件繳回 這是這樣的一個脈絡 另外這個案子是說 剛才講的 他提供不死的資訊 或另外就是 違反他的承諾 對 各位我可以回過頭來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就是經營通過嗎 那後續我們會叫 其他業者就是能夠 什麼時間點提出來 廢查 對 這個 就是說 業者就是按照 我們這個上下規章的參考原則 來定 他來參考 來定這個上下下規章的原則 對這樣子 有什麼 有要求什麼時間點 沒有 他就是盡快提出來 但是他假設沒有按照這個原則 我們按照37條第三項 可以請他再修正 對 謝謝 我想這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系統經營社他們在這個做上下價的疑點 或頻道變更的時候不能違反那個 就是兩個重點啦 就是說市場的秩序跟消費者的權益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對 請問等一下 他有指標叫做頻道公益事業跟系統經營者 什麼樣的 這個部分 你給牛姐這個再說明一下 好 那個 基本上 平常公益事業跟這個系統經營者 如果他們都不願意合作 他根本不可能上架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授權關係 如果他們願意合作 願意授權 當然才有辦法來做 如果他都不願意合作 沒辦法授權 何來申請上架 所以我們在做上架的時候 其實他是用合作意願的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下架的時候 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書寫 就是說 如果他下架的話 要請他協商 因為原本人在架上要下來 就請他們去做協商 那如果他們要上架 那就合作預約 所以他其實是 從這個賣貨 就是要上跟下之間 我們都希望能夠 讓頻道公益事業跟系統經營者 之間能夠有一個協商 這個就不到上次 要舉評事跟經濟政案 請問協商一直不成 那麼請問在理系統台 或可能可以直接到地方法院去 地方法院去提訴訟 如果訴訟的結果 有一方是勝訴的 那這個結果會 會迂附於 ACCCI的協商的結果嗎 會有進度效應 我想那個 加拿大那邊 甚至有一個法律 有一個這樣就是說 在那個協商期間 不得斷去 我們看到的 就在協商期間 要維持整個 所以如果法院已經看一方有敗訴 會怎樣 他依法 但是那個 沒有錯 這個我們就尊重 因為但是按照那個55條 現在有管法55條裡面 你假設那個條主不成 就可以去 去 去那個 去民事訴訟 那有民事訴訟的事 那個的話 我們就尊重 我們當然要尊重 對 好 還有沒有 那沒有 這個第11條裡面提到 就是什麼公協會消防團體 公民團體相關意見的部分 這個東西到底是 他要走到這個地步 大概是要到什麼樣的地步 才會 才會有所謂的第三方 是 我們都知道 這個有關排名權的部分 是信用經濟者的權限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 擁護消防團體跟公協會 跟相關公民團體的意見 所以 我們這邊寫病德邀請 的原因在這裡 我們希望他們自發性的 自律性的去引入 所謂的 公民團體跟消費者的意見 那 藉由這樣的機制 讓他們有一點 他們在自我審查的過程當中 有更多的外部的意見 能夠匯入 那我們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 這樣的去建議他自然 自然的自律機制以後 將來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也可以了解到 公民團體跟他們 在自我檢視的過程中的一個過程 就是比較透明 那引進第三方 來那個的話 那就是一些公民團體 消費者團體 那這樣子 這些資訊透明的話 以後就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糾紛 對 另外請請教一下 就是關於中廣那個案子 現在如果說 我們要再重新再討論 九十六年的行政處 處理犯是不是要撤銷這件事情 我們到時候是直接委員會這邊 開會討論就可以 還是說我們要再重啟調查 就是說 要再重啟相關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畢竟是黨長會跟肥檢這邊提供的資料 那我們作為一個獨立機關 我們不需要再 對這個案子再重啟調查嗎 我想說 NCC 假使做成任何的 刑事的處分 一定會讓中廣來 表示意見 讓他陳述意見 不會去突襲 這個行政機關 依法行政 但是有一些是事實 就是說他 假使是提供不死的資訊 或違反他的承諾 這個部分是事實的話 我們就是說 去 就是說 請 含請 那個 黨產會 或者是 那個 台北地監署 地方法院檢查床 提供資料 那我們要做成這個行政組分的時候 一定會讓 那個 相關的利害關係人 表示意見 一定會周演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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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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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辦 並行是要一起公佈學者資訊的意見 對對對 因為有一些議題 有一些議題 我們要徵詢的意見 有一些議題 就是說比如說 我們上一次跟 就是說 我們那個 學者專家諮詢跟公聽的諮詢有市場競爭的影響 有幾個議題 我們要讓委員會決議以後 希望在八月中旬之前 那個 學者專家諮詢跟公聽會都能辦 都能辦 對對 但是還是會上委員會 對 就是有一些議題 就是要學者專家諮詢跟公聽會的議題會上委員會 希望在八月中旬之前 對 好 就這樣子 謝謝 謝謝